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记得吗?去年合作社有上架三款汤品 罗宋汤、巴西蘑菇鸡汤、还有猴头菇山药鸡汤 我们也针对社员回馈回来的意见收集起来 然后再跟生产者做味道上面的调整 首先看到的是猴头菇山药鸡汤 一样选用的是合作社的指定原料 包含园语的黑鱼土鸡 还有我们合作社农友的猴头菇 还有吉昌的白木耳跟甘百合 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然后搭配国产山药块下去熬制的汤品 这一次的土鸡肉啊 坦白讲吃起来就没有上一次的干材 我个人这样吃我是觉得还蛮OK的 所以这次大家应该可以比较有心心一点 坦白讲我们每一次调整 就会有每一次的进步 这是很好的现象 再来看到这个是罗宋汤 罗宋汤呢一样使用了台湾牛腩 还有我们的黄豆芽 还有合作社农友的马铃薯 所以你看到马铃薯块可能会或大或小 这是因为我们用了我们的西服马铃薯 还有红萝卜洋葱去制成的一个罗宋汤品 这个罗宋汤这一次的牛腩块呢 炖的也比较软 也不会像上次一样可能大家会觉得有咬不下去的那一个口感的感觉 这次的整体的味道上面来讲我个人都觉得还蛮不错的 不过有一个小小的呼吁我个人还是希望马铃薯淀粉可以拿掉 不知道在这边讲会不会怎么样 然后呢看到了其实你可以自己再加蔬菜进去 我这个就是把豌豆芽加进去 你都可以自己再加 然后这边再看到的这一个是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鸡汤呢 这一次的菇啊调整的比较多 对所以吃起来就不会像上次一样 可能会觉得好像蛮空虚的 这次其实不会 菇类啊还有我们的土鸡 园鱼土鸡 然后还有看到的巴西蘑菇跟干香菇去熬下来的汤 我觉得这个汤品这一次整体上来讲 这个汤品算还蛮好喝的 我帮大家开箱啊 事实上我都说实话 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 就是我们上一次跟这一次的口感上面的差别 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没有时间料理 或者是可能孩子们在家妈妈会比较忙 其实有现成的已经煮好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是可以增添我们生活上的方便 所以也鼓励大家多多利用 好了我是曼妮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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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